眼前这个男子意外得到一把绝世魔剑 然而下一秒他却拔剑自吻 怎料魔剑刹那间消失不见踪迷 男子以为就此摆脱魔剑的控制 可就在一瞬间 魔剑却从天而降出现在他身前 而他竟不受控制地伸手握住魔剑 男子不想从此坠入魔道 随后他再度艰难举剑自吻 是要与这魔剑玉石俱焚 可魔剑不甘就此陨灭于世 瞬间幻化成巨大的上古魔龙 散发着无尽魔器弥漫在整个房间 男子正是魔王之子力尘蓝 原来多年前魔王修行秘术时 不慎走火入魔 勿将魔器侵入其子力尘蓝体内 魔王担心魔器侵蚀其心性 于是便将历尘蓝封印于山中 并让属下陆氏一族世代看守 魔王则孤身前往海外寻找灭除魔器之法 怎料这一去便从此秒无音信 而陆氏一族信守诺言 世代守护于此 因此山被无尽魔器侵蚀多年 导致方圆数百里寸草不生 原本居住于此地的人陆续搬离 如今唯有陆氏后人陆昭遥和老爷留守于此 招摇自幼随老爷生活在风魔山 每天的乐趣就是道理练功 渴了就喝一口山泉水 饿了就烤一只野猪 招摇从不知外面的世界是怎样 然而他的命运就在这天发生转折 他突然感觉山中地动山摇 原来是一名强大的剑修在破除封印 剑修闯进封印山洞 而他准备斩杀被封印的魔王之子 怎料进触发洞中的风魔大阵 就在长剑攻向力尘兰时 禁锢的铁链无风自动反击 将漫天飞剑全部抵挡下来 随后地上的碎石逐一升起 化作一道守护石墙 挡在力尘兰身前 而在剑修继续攻击之际 封印阵却爆发出强大的力量 不仅将袭来的飞剑击退 还将剑修的身躯死死锁住 眼看剑修即将命丧于此 瞬间激发出隐藏的金仙之力 顷刻间将顽口粗的铁链震断 可他也被这股金仙之力反噬 一口陈年老血喷了出来 但是封印阵也就此被毁 力尘兰趁机化作一团魔器 瞬间消失在这片风魔山之间 恰巧前来查看的招摇 在半山发现受伤的剑修 天真善良的招摇 好心将他救下 剑修是他第一次遇到的男人 情斗初开的招摇 顿时心生情愫 当男子想感谢救命之恩时 怎料招摇竟率先表白 那你就以身相许吧 男子从未见过如此胆大的女孩 可他似乎心中早有所属 只能婉转地谢绝招摇的爱意 于是在招摇的细心照顾下 剑修的伤势也逐渐恢复 随后便和招摇告别离开 可招摇在这一刻 见到不一样的外界 心中暗自发誓 一定要出去闯荡一番 而逃脱的立成兰 却如同乞丐一般 此时为护住馒头 被无情地拳打脚踢 怎料他拼命护住的馒头 竟是拿来喂给小狗 可当他准备吃剩下的馒头时 却发现一旁的乞丐就快饿死 然后便将剩下的半个馒头递过去 虽然立成兰是魔王之子 可他却心地善良 但还是被剑修 派人将其抓拿 而后将他禁锢于广场之中 并广邀江湖阁大门派前来 在三日后 当着所有正派宗门的面处死 这时的招摇也修炼有成 于是来到结界前 施展法术打开 然后迫不及待地跳出结界 老爷也跟随其后来到这里 见到招摇如此辛苦 依依不舍地挥手 让他出去闯荡 老爷 等我玩够了 给你带根拐杖回来 而招摇的命运 也就此发生改变 因为他刚到外面的世界 就遇到所谓正道对少年的无情摧残 招摇本就心有正义 且心地善良 他见不得如此滥杀无辜 于是毫不犹豫地仗剑而行 你们这么多人欺负一个少年 要不要俩 在场众人见招摇出手 纷纷震惊不已 所谓的宗门正派大放厥词 为首之人更扬言招摇能击败他 就将历尘兰交给他带走 打败你 好啊 别怕 我带你走 就是招摇的这一句话 深深的爱意在历尘兰心中萌生 招摇二话不说 凌空而起 瞬间就将数人击倒在地 然后自曝明慧告诉众人 我姓龙明穷 自招摇 以后自会有整个江湖 让你们记住 而这些名门正派 可谓无耻至极 居然轮番上阵 与招摇交手 纵使招摇功力高深 可也架不住这么多人轮番上阵 一不小心 脸上就留下两道伤痕 随后趁即有人围攻招摇 瞬间就被招摇反手制服 当即将他击飞倒去 此时 招摇已然伤痕累累 方才扬言之人 这才出手上阵 可是招摇已然身体力竭 交手数招不到 招摇就被这个伪君子 击倒在台阶 可他就算身受重伤都不屈服 就在男子冲上来之时 腾空跳起 将他踢飞 在场众人 还想继续围攻 好在宗门人中 还有道义之人 当即拦住冲杀的在场众人 于是告诉招摇 今日暂且放过历成兰 过后宗门各派 就会全力追杀二人 历成兰背着重伤的招摇 行走在大雪中 他知道宗门之人 很快就会追杀过来 于是带着招摇 来到之前欺身的村庄 还拿来两串糖葫芦给招摇吃 二人就这样结下了不解之缘 这时已然恢复的 招摇询问历成兰的名字 见他没有吭声说话 招摇捏着他的脸查看一番 于是自顾自地 给他取了一个名字 叫莫清吧 莫清 莫清 尚可有好记 而这段日子 也是历成兰过得最快乐 招摇每天带着他游山玩水 丝毫不担心宗门的追杀 直到这天 招摇告诉历成兰要离开 因为他出来外面的世界 就是为寻找那一件钟情的剑修 招摇让他一个人的时候 要多加小心 可历成兰表示 就在这里等他回来 招摇放心不下 便教他打不过就要认锁 还亲自示范给他看 当次日历成兰睡醒 就发现招摇离开 可招摇不知道 此行改变他一生 当他兴高采烈地来找剑修时 原来他竟然是宗门精仙 洛明轩 招摇以为他 还是当初的正义大侠 怎料洛明轩 见面就质问他 招摇没想到 心中爱慕的人 竟然如同所谓的正派人士一般 不分青红皂白 也要杀无辜的莫青 招摇连忙跟洛明轩解释一番 可他却根本不听解释要杀莫青 招摇失望的眼含热泪 转身就要离开 怎料洛明轩竟将招摇捆住 为达到目的 真是不择手段 可他无耻地 将招摇进行严刑拷打 女孩的一番怒斥 戳中男子的痛点 他瞬间恼羞成怒 举起长剑 就打算击杀女孩 危急关头 女孩老爷及时出手救下他 他当即一把扯断捆绑的铁链 老爷看着招摇伤痕累累 顿时愤怒地举起拐杖 击向男子 可他消失的瞬间 老爷也跟随其后 而这扎扎 正是宗门金仙洛明轩 他本想言行逼问招摇 从而得知魔王之子的下落 可没想 却惹出功力高深的老爷 陆氏一族 本就深得魔王真传 老爷对付 这区区金仙 根本不在话下 交手几回合 便将洛明轩死死压制 可招摇的情况却危险万分 他本就身受重伤 此时被大量宗门高手围攻 眼看即将命丧于此 老爷飞奔来到招摇身边 当即一拐杖 震开所有人 随后破碎虚空 打开封印之门 唯有将招摇送回封魔山 才能保住性命 怎料洛明轩靖使出金仙之力 祭出隐藏体内的真灵凤凰 在火凤翼附体的加持下 洛明轩靖 破开老爷的护体真气 一箭刺进他的心脏 看着孙女 已然进入虚空之门 老爷这才松了一口气 可招摇却哭得撕心裂肺 因为他眼睁睁看着 相依为命的老爷 惨遭骆明轩毒手焚烧成虚无 就在招摇悲痛欲绝之际 虚空之门也在此刻关闭 当招摇在风魔山醒来后 天空已然下起庞泊大雨 他拖着伤痕累累的身躯 颤颤巍巍地在大雨中挣扎地爬起 招摇撕心裂肺地呼喊着老爷 可他早已遍体鳞伤 突然全身无力地磕在地上 瞬间被石头磕得头破血流 可招摇还是坚强地爬起来 看着老爷被烧黑得龙头拐杖 脑海里闪过于老爷过往的点滴 招摇心中如雪山崩塌盘 这时招摇犹如行尸走肉般 他失魂地走回来找厉晨岚 厉晨岚看着招摇再次回来 心中既是高兴又很心疼 因为他察觉招摇已无往日的阳光 厉晨岚不知此时他的心已经死了 这身披百米红裙的女魔头 正是陆招摇 红裙是代表对宗门的无尽恨意 凡是宗门表里不一的伪君子 招摇借一律杀之而后快 只要是与宗门为敌者 通通可入万路门收庇护 短短数月 招摇成了人尽皆知的女魔头 这却让宗门各派心生不服 招摇孤身一人前来跟他们决斗 陆招摇 你竟敢自己送上门来 今天我心情好 我不还手 你们尽管来杀 给你们一串糖葫芦的事情 在场众人二话不说 直接动手 可招摇悠然自得地吃着糖葫芦 根本不把这些人放在眼里 当他吃完最后一刻 就在众人冲杀之际 双手一阵散发强大的真气 将所有人直接震倒在地 招摇看着眼前一幕 轻蔑一笑 随后来到门外 听到北山主禀报 得知今日是洛明轩新婚之日 于是带着门下弟子 前去送上大礼 洛明轩正欲和妻子入洞房时 看到招摇前来 顿时脸色大变 听说今日宗门有喜事 我来凑个热闹 顺道送上一份大礼 血迹凤山 以你命助你大喜 不要逼我杀你 双方弟子顿时展开混战 万禄门弟子 本就是被宗门残害过 此时更是心仇旧恨一并爆发 双方出手招招致命 直取要害 招摇手持长剑 直逼洛明轩 他今日是要报老爷的血海深仇 二人瞬间交手缠斗起来 数百回合后 双方皆已身受重伤 口流鲜血 招摇哪怕拼上性命 也要斩杀洛明轩 随后将心头精血凝聚长剑 瞬间手持血剑击向洛明轩 只见招摇飞身瞬移斩向他 洛明轩全身经脉皆被斩断 鲁朝阳 你杀不死我的 但是你永远也醒不过来 而此时魔王之剑即将现实 所有人都想得到魔剑 连鹿招摇也不例外 与此同时 在正派宗门中 接替洛明轩位置的长玉圣主 此刻正召集众人 商量利用魔剑出世时 设下毒计 将鹿招摇斩杀 虽然长玉圣主是一介女流 可一个为爱疯狂的女人 是比任何人都可怕 此时的剑种里面 已被长玉圣主设下陷阱等着他 虽然陷阱很快被识破 而长玉圣主也不是招摇的对手 可他的杀手锏也不在这里 就当招摇大意之下 被戾气重伤 而此刻赶来协助招摇的力尘兰 突然感受到万军剑的召唤 他不知道 自己就是万军剑的主人 此时正派宗门的众人 也来到剑种 将受伤的长玉圣主带走了 而身受重伤的陆招摇躲了起来 就在陆招摇 觉得今天必死无疑时 力尘兰赶来了 为了今日能脱险 招摇故意把自己贴身之物 送给力尘兰 让他帮自己引开追兵 还承诺 如果他能保护自己平安离开 他日 一定让力尘兰 在江湖上有地位 可招摇不知道 面前的力尘兰 是喜欢他的 他也愿意为他赴汤蹈火 为了让招摇逃跑 力尘兰果断去引开追兵 可他没想到 自己还没走出剑种 就被宗人发现 而他也不会武功 自然打不过宗门之人 就这样 力尘兰被一剑一剑地收割着 当被宗门之人 踢飞到剑阵上后 没想到他的血流到了剑阵里 只见阵法无数纹路 爆发出金光 所有陈锋的绣剑 瞬间惶惶不安 捏人心魂的剑名声 不断在空中回荡 顿时无数的锈剑破土而出 犹如受到召唤般飞向少年 瞬间无风自动结成上古剑阵 此时阵法中 迸发出刺眼的光芒 上古魔剑万军剑 就此现世 可魔剑已被力尘兰的鲜血激活 他无法控制的手握剑柄 招摇剑撞上前阻拦 怎料被阵法四翼的剑气阵飞 可力尘兰此刻竟无法控制自己 招摇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拼上性命争夺的万军剑 最后竟被力尘兰抢先掠夺 就在魔剑将士的刹那间 阵法顿时消失 山崩地裂 可招摇竟掉落地裂深渊 尘封的绣剑也消失引灭 整座山寝客间地动山游 而力尘兰丝毫没察觉 招摇已掉落深渊 招摇没想到再次被信任之人背叛 不甘心就这样从此失去 而万路门弟子日夜寻找招摇的踪迹 可已然把剑种挖到底都没找到 而拥有万军剑的力尘兰 就此掌管了万路门 可力尘兰怎么也没想到 招摇可是祸害刘千年 他坠入深渊之后 并没有死 就在招摇埋在废墟之时 突然一个神秘人出现 将他救下 随后将他封印在冰川之中 可神秘人却没能将招摇救活 因为需要特殊血液 才能复活他 而救下招摇的人 竟是他曾经掳走的美男子 原来某次招摇回万路门时 遇到千尘阁主秦千贤 文明江湖的美男子 路门主 把人给我抓起来 带回去让我好好看 我要看看这第一美男 到底有多美 秦千贤就这样被招摇掳走 而招摇却犹如恶狼般盯着他 秦千贤修行的功法 本是轻语寡性 可却被绝世美女的招摇 看到不敢睁眼 还让六根亲近的秦千贤 就此产生心魔 而他体内的特殊血液 本可就招摇 可是在布阵念心法之时 心里却想的是 招摇的妩媚眼神 就在秦千贤欲复活他时 周身阵法突然消失 掌心瞬间产生一缕魔气 而这个就是因招摇产生的心魔 就因为这心魔 才没能复活招摇 因你而生心魔 终因你而灭 眼前这个女孩刚回家中 竟撞见可怕的一幕 父亲居然被人一剑刺进胸膛 女孩正想上前营救 不料却被父亲出声喝止 女孩不敢置信地看着她 因为这凶手正是父亲的挚友 凶手拔出长剑 转身杀向女孩 父亲在危机关头 使出最后一丝力量 瞬间将女孩 送到自己弟弟的门派 此人正是千尘阁主秦千贤 他从秦指焉口中得知 哥哥被杀害 当即来到凶手的宗门报仇 可他却矢口否认 没杀害秦父 但秦指焉却认为他就是凶手 这令他更是万分震惊 而凶手正是宗门长老柳薇 我正想与秦阁主 联手追查出真凶 我今日前来 是想确定柳门主 事发当日的去处 柳薇却说 事发当日 在凤山与凤山直视 畅饮没酒 之后就醉倒在凤山休息 当醒来后 便回到家中 那时才得知 秦宇被杀害 秦指焉趁乱逃脱 得以保命 秦千贤见其镇定自若的模样 又想到宗门正派 不会做如此下作之事 心中顿时犹豫不决 于是打算查明真相 再取定夺 就在秦千贤起身离开时 意外发现 柳薇博梗闪现出魔印 他似乎明白了什么 随即若无其事地离开 这时秦指焉得知 秦千贤进无动于衷 于是气急败坏地 要独自前去报仇 怎料他无意间闯入冰川迷阵 当他越入越深的时候 秦指焉这才发现不对劲 我不怕 喂 你们还在吗 秦指焉见 无人应答 只能壮胆 硬着头皮继续往前走 可这既然叫做迷阵 哪能这么轻易走了出去 秦指焉感觉走了九九八十一圈 但发现 还是在原地转圈 就在这时 他突然看到前面的冰川不一样 随即连忙往前面走去 可秦指焉却发现 冰川里有道身影 顿时吓得他脚下一滑 亮枪的一头撞到石头上 一滴鲜红的金血 滴在冰面渗透进去 而秦指焉不知自己是上股血脉 吸收他的血液 能起死回生 他更不知这意外之举 将复活曾经的女魔头 曾经的往事记忆涌入脑海 也让他想起自己的身份 他正式让人闻风丧胆的女魔头陆昭遥 他疑惑地 看着四周的情景 以为自己是死后下地府了 原来阴曹地府长这样 什么阴曹地府啊 你是谁啊 这可把秦指焉吓得立马爬起来 惊魂未定地询问招摇到底是谁 就是见了陈济山万路门的 女魔头 对 你 你不是想死了吗 指焉听到 还以为是他也死了 这时 招摇上前谈他的脑壳 两人的脑瓜子 瞬间都痛得嗡嗡响 这疼痛感 让招摇明白 是真的复活 可就在下一秒 他却看到不可思议的一幕 见镜中的自己 竟然和指焉长得一模一样 指焉也像好奇宝宝一样凑近来看 看到镜中竟有两个自己 然后又和招摇大眼邓小眼相互看着 瞬间将他吓得瘫坐在地 胆小的指焉 吓得拿起东西撒腿就跑 可跑了七七四十九圈 也没走出去 招摇让其回答几个问题 就带他出去 这从指焉口中得知 他本是宗门之人 可父亲被宗门长老柳薇杀害 于是他打算去万路门修行 为父报仇 而招摇也要回万路门 因为他要找立成兰报仇 随后便带着指焉闯出冰川迷阵 这时 二人来到万路门外 怎料一个男子突然骑马出现 竟然把招摇直接掳走 原来男子是指焉的青梅竹马 错把招摇当作一中人带走 却留下指焉独自风中凌乱 可这时意外再度发生 天空突然响起巨大的轰鸣声 白马一惊 瞬间将二人甩飞 而姚雀跌进古树上的阵法里 此时历程蓝感觉有人闯入境地 瞬间化作一缕黑雾前往 当他来到境地 却只见到昏迷的男子 于是让弟子将他押入地牢 随后转身看向一旁的坟墓 这时 招摇从古树另一边出来 缓过神后 便询问过往的路人 这才得知 来到介于阴阳之中的七指地 而这里 贩卖世间罕见的灵丹妙药 正当招摇抱怨着鬼地方时 突然见到历程蓝在阵法的另一边 眼前这个女孩撒娇 要师父背着 可下一秒 却下狠手要杀她 怎料师父竟穿了金丝软甲 女孩根本无法刺穿这层防御 可历程蓝已然察觉她的心思 于是故意询问招摇 怎么了 招摇处心积虑地想杀历程蓝 皆因她的背叛 导致招摇被冰封五年 她见这个方法行不通 于是又想到给历程蓝下毒 随后便在她的汤里 放下七步倒 这时招摇亲自端到她面前 当她看着历程蓝喝下汤 招摇心中顿时暗自窃喜 可招摇却发现 她并没有中毒的迹象 瞬间让她百思不得其解 随后气冲冲地端着盘子回房间 而历程蓝并不是没有中毒 只是她已然找到南山主 故寒光解毒 南山主这才明白 丢失的毒药是下给她 其实历程蓝早就察觉到了 虽然招摇的相貌是秦指焉的 但是从她之前刺杀历程蓝时 历程蓝心中就已经猜到是招摇 上下再上 小女子甘拜下风 上下再上 小女子甘拜下风 自从那次 历程蓝就已经知道是招摇 这时她从南门主那边回来 一旁的招摇咬牙切齿地看着她 因为她暗自布下沙阵 怎料被历程蓝及时发现挡开 招摇瞬间脸色一变 上前解释 我最近对沙阵感兴趣了 心学了个阵法正在试呢 上手挺快 还差点火 历程蓝这番话 可把招摇气得头貌青烟 这时 二人在山中凉亭闲聊 招摇着一旁的万军舰 瞬间心中就憋着一口怨气 这本是招摇的武器 却被她抢去 于是向历程蓝提出自己 没有武器 随即说起 海外仙岛陆河之上 有把神兵六合天一见 历程蓝当即就答应 帮她取回来 真是一个再想尽办法去杀 另一个再用生命去闯 这时她来到海外仙岛 可这把神兵利器 并不是这么好拿 千万年来 无数人前来 都是有去无回 可历程蓝为了招摇 却不惧危险 当她历尽艰辛来到岛上 岛上守剑人突然出现 二话不说就直接动手 可没交手 几回合就打败守剑人 于是 历程蓝来到剑阵之上 一伸手 六合天一剑就瞬间出现 可当她手握剑柄时 剑体缠绕的雷电 立即灼烧起来 历程蓝当即感受到揪心的痛 可不知过了多久 当她睁开双眼 竟变成血红色 这世上谁将六合天一剑拔出来 都可以将她带走 唯独你不行 来日 你必将死在天剑之下 你想不死 不可能 招摇手持血剑刺进骆明轩的心脏 也终于得偿所愿的手刃仇人 将这个自诩不死的金仙 从此封印 骆明轩心有不甘地倒下 这一幕让招摇含泪苦笑 因为她为老爷报了血海深仇 可也让她 失去世间唯一的情人 新娘悲痛欲绝地 看着骆明轩倒下 随即眼神狠毒地妄想招摇 我有生之年 一定会让她醒过来 而她一直想尽办法复活骆明轩 当得知秦家血脉有 起死回生的功效 于是 她就用魔印控制哥哥柳薇杀死秦宇 可一人的血液 不够复活骆明轩 于是又串通万路门北门主元节 然后刺杀秦纸烟取她血液 却阴差阳错地吸取到招摇的血 可柳若苏却以为是血液不够 于是便控制纸烟的心上人柳苍灵 随后 让她写信给纸烟 可柳若苏却没算到 招摇跟她一起 招摇担心 纸烟前去会有危险 于是决定 和她一同前往查看 随后在柳薇的书房 发现密室机关 招摇连忙带着纸烟进去查看 当二人来到密室镜头时 却发现 还有一道紧闭的铜门 这个 是坚不可摧的金刚锁 那时你没听说过 六合天一剑无坚不摧吧 当招摇打开门 却没发现纸烟的父亲 只见到一幅黄金棺材 于是二人连忙上前查看 可当招摇看见躺着的是 洛明轩时瞬间愤怒地出手击向她 不料棺木上竟有一层结界 任凭招摇如何施法 都破不开 金仙之体 不死之身 洛明轩 你连躺在棺材里都让人厌恶 为什么金仙会在此处 招摇也是感到万分疑惑 她想起当年 在剑种重伤致死 却因紫烟地写在 速山冰窖中醒来 而后紫烟父亲被杀害 洛明轩又被藏在此处 招摇当即明白 江湖传闻是真的 这个女孩看见少年在拼命挖着废墟 当她好奇地走近一看 没想到被挖出来的尸体竟是自己 只见少年悲痛欲绝地抱着她 招摇不敢置信地看着这一幕 这个夺她神剑又害死她的利尘兰 居然会对自己用情置身 招摇不相信这一切是真实的 她觉得只是幻境之中的虚向 不可能 一定是幻境乱承下拜 不可能 当招摇打破幻境走出来时 却见到沉浸于幻象的利尘兰 已然泪流满面 顿时让她冰封的内心泛起涟漪 心神慌乱的招摇连忙查看四周 而此处名为灵亭山 进入这里会灵魂停息身体聚焚 就此被黑雾吞噬 掉入无尽深渊 而二人掉入灵亭山 结因招摇的心魔 就在不久前 招摇与纸烟意外发现洛明轩 恰巧柳若苏前来密室撞见他们 当即想与柳薇抓住二人 用血复活惊仙 可一番交手后不敌招摇 随后二人趁机逃离密室 利尘兰感应到招摇有危险 瞬间前来建新门 把她救走 可当利尘兰回到万路门后 又得知西山主司马戎 被江武抓走 然后招摇与利尘兰一同前去营救 当二人追到一处竹林时 怎料地上突然出现裂缝 一道耀眼的光芒凭空出现 瞬间将他们吞噬进去 可当招摇苏醒后 竟发现身处诡异的地洞中 看向四周遍地皆是白骨 这才明白是掉入林亭山 可她却没发现利尘兰的身影 招摇当即沿着地洞四周寻找 随后发现利尘兰摊坐在大树旁 可她此时却犹如走火入魔般 任凭她如何呼唤也无动于衷 这时利尘兰竟逝魂地行走 招摇见撞连忙拉住她 可就在触及的瞬间 她被吸入利尘兰的梦境中 这才发生招摇看见她内心的一幕 此时她却发现利尘兰走向深渊 当即一把将她拉回来 随后用树枝将她捆绑在树上 这时招摇已然找到司马戎 发现她也一样陷入幻境之中 怎料江武却突然出现 二人手持长剑瞬间交战起来 只见双方出手凌厉 招招直取要害 强劲的剑气在场中肆意 地洞中顿时间山崩地裂 二人健壮 当即凌空踏步飞到一旁 此时利尘兰也从幻境中苏醒 突然听到招摇和江武的交谈 知道二人想要联手杀她 而且招摇还答应做江武的内应 可他们却不知利尘兰已然听到一切 二人当即一拍即合 可江武本就是因招摇而生的心魔 这时却趁机调戏她 利尘兰见状瞬间暴怒 愤怒的招摇仅此一击 便将众人震飞 凌厉的眼神 吓得二人接连后退 一股霸道的剑气 瞬间朝他们击射而去 洛明轩凌空而起 强劲的真气 瞬间将招摇震飞数米 随即一口鲜血喷涌而出 招摇看着虚伪的洛明轩缓缓走来 可她丝毫不惧 还笑着嘲讽她 就在洛明轩欲痛下杀手之际 招摇凝聚谨剩的真气 飞身逃离 可洛明轩怎会轻易放过她 当即使出 伏魔阵阻拦招摇 招摇瞬间无法动弹 此时洛明轩手持长剑一跃而起 在她袭来的这一刻 招摇不甘地闭上双眼 可下一秒 长剑却停滞在身前 纵门高手震惊地看着这一幕 原来是厉晨岚瞬移出现救下招摇 只见她死死遏制住洛明轩脖子 弩力尚未恢复巅峰的洛明轩 瞬间就消失逃离 当即就回到地面 纵门高手立马来到洛明轩身边 厉晨岚正准备追杀她 见招摇已然重伤 连忙扶住她 只见他们瞬间消失逃离 招摇和立成岚立即紧随其后 然后在树林中围堵上众人 眼看双方大战一触即发 洛明轩当即即发精先之力 祭出体内的真灵凤凰 火凤凰瞬间袭向招摇 洛明轩让宗门高手先行撤退 她以为火凤凰能坟灭招摇 怎料却被她一剑劈飞 洛明轩 即日 你必须死 这时 立成岚寄出万军剑 火斩凤鸟 你杀洛明轩 只见她凌空一跃 瞬间化成上古魔龙 当即就将火凤凰死压制 此时招摇持剑飞身跃起 手中六合天一剑 当头劈向洛明轩 二人皆在拼命攻击对方 只见他们出手招招致命 直取要害 无形的剑气在场中疯狂刺引 双方交手数十回合 常见碰撞之声不绝于耳 可招摇如今已是金飞锡比 早已不是当初的小女孩 二人拼死刺出致命一击 同时剑指对方心脏 可洛明轩却一口鲜血喷涌而出 而招摇的致命一击 正中她心脏 我说到做到 你必须死 你自己看 你看 我脸薄念不出 你自己看 沉浸上万路门前山牌坊之下 陆招摇怎么了 我跟谁 爷爷干什么 还粗鲁还野蛮 招摇愤怒地询问老者 这是什么 而镜中记载的 正是她的前世今生 招摇觉得都是乱扯瞎掰 当即举起手中镜子就要砸 老者见状便与她争强起来 此时 一个三百斤的胖子跑过来 一把将镜子抢到手中 原来镜子是从胖子店铺偷出来的 你还敢偷看你自己过往的信息是不是 抓走啊 抓走 干嘛 你敢偷我动意 你不好 这时 招摇被关进七指地大牢 而先前的老者 竟是招摇的婆婆 原来在此之前 秦千贤未救纸烟被骗到宗门 然后趁机取得秦千贤的血液 从而让骆明轩得以解除封印 当招摇得知 仇人再次苏醒 于是来到七指地买恢复功力的丹药 可这里的钱财 是以索计的功德评算 招摇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女魔头 所以她在这里穷得叮当响 就在这时 招摇到老者满大街挑选媳妇 随即连忙说 可以做她的儿媳 但是唯一的条件 就是要恢复功力的丹药 老者当即爽快地一口答应 招摇就这样恢复了功力 但是丹药的时效 只有两个时辰 随后招摇和力尘兰 联手斩杀洛明轩 可就在二人在续前缘时 招摇突然化为虚无 在半空炸成烟花 当他醒来 就回到七指地 于是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这时 招摇在努力回忆当初的事 他想到第一次封印洛明轩后 重伤不起地 被暗罗位扛回万路门 在南山主顾寒光七天七夜抢救下 这才就回招摇的性命 随后 就在万路门大摆宴席 他喝得不省人是半个月 而且刷起酒风 一把火烧了戏月风 但是其中细节招摇却想不起来 这时狱卒前来 让他们交钱 招摇的合约相公 当即帮他一起交 他们这才对一出来 怎料 招摇出来后 竟然还问胖子借钱 随即拉着胖子来到店铺 原来他是想看清过往的事 当招摇拿起镜子 看到当时的情景 他才知道 当时喝得有多醉 不仅火烧戏月风 还调戏当初 看山门的历尘兰 然后一把将他 按到旁边的石头上 你躲什么 我怕吓到你 你眼睛真好看 像天上的星星一样 眼前这个女孩 不慎坠入轮回之地 而她 为了回到现实世界 不惜割破全身动脉 换血洗髓 只因世间 还有一个深爱她的男人 原来就在刚刚 招摇在介于阴阳之外的 妻子弟 查看过往信息 看到当初 在剑种身死后的情景 知道历尘兰并没有背叛她 反而一直都深爱着招摇 二人之间的误会 在此刻终于化解 连我都看不下去了 姑娘的心上人 对你用情置身 是啊 我已经让她等太久了 不能再让她等下去了 招摇迫不及待地 想回到现实世界 没想到 阵法竟将她阻拦下来 她一脸疑惑地看着古树 随即再次尝试 还是被弹回来 这时 招摇在此地 结识的好友叫住她 招摇连忙询问她 为何会出不去 紫游声称 是她已习惯这里的气息 被七指弟的环境同化 就出不去 于是带着招摇 找到酒馆老板 当即询问 有何方法能出去 酒馆老板表示 办法是有的 但是付出的代价却很大 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我都愿意是 只要能离开 死也愿意 随即 酒馆老板带着招摇 来到静池 而想要离开七指地 必须洗掉在此地的痕迹 必须割破四肢连接 心血脉交汇的地方 以此洗涤身体的血液 才能出去 不仅要受洗血之痛 如若坚持不住 则会命丧皇权 酒馆老板见 招摇如此坚定 随后拿出匕首 帮其割破动脉 招摇忍受疼痛 缓步走下静池 哪怕这痛之险 他也执着离开 经历七七四十九个时辰的 静池之痛 在招摇毅然决然地坚持下 终于挺过这 洗血之苦的磨难 紫游连忙让他歇息恢复一下 可招摇归心四肩 一刻也不愿停留 当即来到古书阵法前 随后二人告别一番 便穿过阵法 当招摇回到现实世界 瞬间虚弱地倒下 可却惊喜地发现 已然变回本来模样 于是拖着虚弱的身躯 颤颤巍巍地走回万路门 当他回到无恶大殿前 却发现门中弟子 竟然相互厮杀 而弟子们见到招摇时 当即就停手 全部自觉地退到一旁让出路 招摇走进无恶殿 才得知内乱的原因 北门主元杰与暗罗魏林子玉 联合想篡位 眼前这个女孩正在打麻将 刚胡了一把牌 只听见一声巨响 女孩竟然变成烟花炸掉了 牌桌上的众人瞬间不知所措 此时 女孩却来到另一个空间 原来招摇被炸回到七指地 自从上次吃下 这店铺恢复功力的丹药 已经炸了第二次了 怎料掌柜却已易经售出 该不负责为由敷衍他 这副嘴脸 可把招摇器的头貌青烟 紫游见二人争执起来 连忙劝开他们 随即告诉招摇 还会触发隐藏效果 掌柜当即开口 阻止紫游睡下去 紫游 闭嘴 紫游 继续说 一共会炸五次 炸完五次 阿姐你就会 怎样 会受到外人的敬仰 跪拜 回家喝戏去 这番话刚好被赶来的 立成兰听到 招摇当即询问他 怎么进来的 原来在他炸了之后 立成兰想到 之前招摇被炸回七子地 于是连忙来到 古树镇法前 而他之前为寻找招摇 施展九天树 所以 立成兰才得以进入七子地 这时招摇询问掌柜 有何解决办法 可掌柜却表示 有办法自会联系他 不想立成兰 竟要买一颗同样的丹药 招摇以为他没钱买就没阻止 怎料掌柜的拿镜子一扫 竟发现是大客户招摇不可置信 他会这么有钱 立成兰拿起丹药在手中查看 正当掌柜的一脸开心时 猝不及防地 被立成兰将丹药扔进口中 现在你们能尽快想办法解决了吗 这可把掌柜吓得连忙 让人研制解药 果然 非常时期就要用非常手段啊 不过凭什么你钱比我多啊 阿姐 可能他做的事 比你多吧 这时 招摇跟着立成兰准备回去 突然 一位大娘拉着胖子找过来 招摇看着他骂骂咧咧的模样 连忙拉着立成兰 撒腿就跑 当二人出了妻子地后 立成兰才得知 招摇竟和刚刚的胖子有婚约 心中的醋意 瞬间翻江倒海 招摇发誓 当初只是为了复仇买单药 只要把钱还给胖子 便可解除婚约 而且 只要做的足够多的好事 就有钱 立成兰当即让门中弟子 全部帮招摇 这时只言摇身一变 就成了众人的师父 因为招摇之前 就是让他帮忙做好事 此时须宗门祠堂之内 门主江河正在叠祖先上香 当他转过身 竟发现骆明轩在门外 原来骆明轩竟然死里逃生 排查的密文得知 虚宗门有无上秘法 炼之可得无上力量 于是便打起虚宗门的秘法 可江河却始终没有答应 虚宗门虽然历代保管秘籍 可却无人敢炼 若我炼之 说不定能重获力量 你来干什么 来娶你啊 我亲 你现在好弱呀 不如把招摇交给我照顾吧 招摇当即起身席向江河 只见他转身 将招摇头戴的粪冠夺下 此时 招摇与立尘兰 皆不是他的对手 而江河 正是因招摇而生的心魔 只见招摇再次席向他 不料却被他死死掐住脖子 立尘兰见状 撑着重伤的身躯站起来 当即即出万军剑击向江河 却还是被他一箭击飞倒去 瞬间一口鲜血喷涌而出 江河在他们大婚之日 攻打万路门 皆因他得知立尘兰重伤未复 而招摇也因此前炸成烟花便虚弱 就在江河狱对立尘兰痛下杀手之时 怎料却被体内的功法抑制住杀戮 于是便将他们全部囚禁于地牢 而招摇却被江河囚禁在身边 你抓我干什么 因为我喜欢你 我不喜欢你 我留立尘兰一命 是看在你的份上 见江河无耻地 拿立尘兰性命威胁 招摇只能无奈地 暂时尾身求全 江河健壮 只好对招摇威逼力又一番 还亲自动手烤烧鸡给他吃 可招摇依旧不为所动 随即起身来到江河身旁 这一巴掌 直接将他扇蒙圈了 可下一秒 江河竟想霸王硬上弓 一把抱着招摇 就想轻他 什么招数 放烟花啊 此时 招摇第三次被炸回七指地了 这次他的身体变得更加虚弱 随即问起掌柜 什么时候能研制出解药 可掌柜也已经炸了两次 他也是着急的不行 招摇只能硬撑着回去救人 此时 江河来到地牢 逼问力尘兰 可他却一言不发地看着他 江河健壮 打算击杀力尘兰 就在此时 一把长剑袭向江河 只见他瞬间翻身 随即一击 劈开他的长剑 并将他拉到身旁 死死控制住 当着力尘兰的面 欲亲吻招摇 而这也让力尘兰体内的魔器 再也压制不住 只见他双眼 瞬间变成血红色 当即召唤万军舰 打算击杀江河 招摇连忙上前阻止他入魔 力尘兰为了救心爱的女人 哪怕舍弃自身尊严 跪下求江河 不惜一切 也要救招摇的性命 这时二人来到无恶殿 一同商议 力尘兰拿出千尘阁的阵阁之宝心莲 随即再以六道金刚阵法 将心莲注入招摇体内 因为江河体内有擎千贤的功法 所以在莲花绽放时 需要他将功法注入 于是二人连忙展开阵法施救 力尘兰以两把神兵 压住阵眼保持均衡 可此时阵内的招摇 却极为痛苦 力尘兰着急地 询问江河怎么回事 这时江河突然回想起 秦千贤的话 他为了不让江河再造杀戮 以自身功法 依附在他心脏 可没想到 江河为了救招摇竟挖出心脏 而这一幕 也让力尘兰为之动容 而招摇也在此刻 正慢慢地恢复 可就在此时 背叛万路门的林子玉 悄然出现 见到正在施展阵法的他们 想借此机会 趁机击杀招摇 正在施法的二人 被林子玉偷袭 江河当即便被长边击倒在地 力尘兰见状一把甩开他的长边 怎料林子玉 却趁机取得六合天一剑 只见他手持长剑刺向招摇 力尘兰飞身抵挡袭来的长剑 随即让江河赶紧压住阵法 今天是我救了你 救了万路门 你记住 这辈子你附了我 林子玉悲伤之余 竟不忘拿着六合天一剑走 此时 大难不死的招摇得以存活下来 力尘兰悬着的心 也终于松下来 就在招摇想抚力尘兰的脸颊时 却突发意外 为了救你 我可把心都挖出来了 不信你问他呀 可招摇还是不信小红毛会这么好心 江河当即躺下 拉开衣服给招摇看 招摇这才相信他 随即抱拳感谢他的救命之恩 而从此万路门却变成三个门主 可一山容不下二虎 更何况是三个大魔头 而且 两人都喜欢招摇 从此 力尘兰与江武 便有了不断的争斗 这天手下 给力尘兰送周 不料却被江武给拦下 听到是招摇亲自熬的 他一口气全喝光了 结果连续拉了好几天肚子 无意间得知 是被力尘兰算计 于是江武假借 退出万路门为由 让招摇送行 而他早已察觉 力尘兰在远处观望 江武当即将招摇摟入怀中 正欲要低头亲吻他 力尘兰见此情形 在无法压制体内魔器 当即寄出万军舰 披向江武 不料却重伤江武的 结败兄弟 江武瞬间暴怒 与力尘兰厮杀起来 两大魔头对决 导致整座山脉 都地动山摇 这时招摇及时阻拦二人的厮杀 声称次日午时 必然会给他交代 而江武的结败兄弟 却因伤势过重身亡 小恩的仇 我一定会保的 这群人以为山洞里 隐藏着无数宝物 个个都争先恐后 想冲进去 怎料 洞口的结界 瞬间将他震得口吐鲜血 只见又有两人尝试冲破结界 可同样是被震伤倒地 这时 身穿红衣的江武 缓步走来 只见他掌心散发黑色磨气 将结界打开 他随即走进洞中 查看一番 怎料地上竟是碎石铁链 石壁四周封印 聚集盘绕 原来此地 是曾经封印力尘兰的阵法 自从他逃出封印阵法后 这里便荒废于此 只留下破损的铁链 而此时 江武当即蒙生一计 他随即施法 将此地阵法修复 让封印阵法再次开启 打算将历尘兰 再次封印于此 因为江武的结拜兄弟 被历尘兰杀害 当他准备报仇时 却被招摇阻拦 于是他便想到 将历尘兰封印起来 历尘兰 此处便是你的埋骨之地 随后江武便传信给历尘兰 决一死战 两个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二话不说 直接厮杀起来 江武趁其不备 带着他瞬移消失 在出现时便已来到 封印阵法之中 只见阵法金光环绕在 历尘兰周身 瞬间就将他重新封印于此 历尘兰 你我就此了结吧 历尘兰也随着阵法的封印 缓缓沉睡 这时 江武在回去的路上发生意外 竟然遇见死而复生的 骆明轩 而他手持的神兵 却是六合天一剑 原来是叛徒林子玉 在偷袭招摇时 趁机将此剑偷走 随后竟投靠洛明轩 将神兵献出 因爱生恨 想让他斩杀历尘兰与招摇 此时 江武手持长剑 飞身一跃袭向他 然而 重塑今生的洛明轩 已是今非昔比 更何况 如今还手握神兵加持 轻而易举 就躲过江武的长剑 随即一剑 将他震退数米 才止住身形 这时 招摇见历尘兰失踪 便四处寻找 怎料却遇到被击伤的江武 只见一道人影 从天而降 待招摇看清来人 竟是洛明轩时 一股冲天怒火 瞬间涌上心头 邪魔不灭 大盗未复 我如何能成人呢 二人当即联手与他厮杀 可面对手持天意神剑的洛明轩 招摇两人合力 皆不是其对手 江武为保招摇性命 当即带着他撤离 可洛明轩寻着踪迹 拦截他们的去路 江武深知 他对招摇这必杀决心 当即召唤出魔器 分身带招摇离开 而他则独自留下来 阻拦洛明轩 此时刚跑出来的招摇 连忙停下 当即询问江武 分身为何要跑 因为他曾经说过 心魔是杀不死 可江武表示 唯有六合天一剑能杀死他 招摇听闻 连忙要回去救他本尊 可分身 让他别回头 赶紧走 这时重伤的江武 拼死一击席向洛明轩 怎料却被他一剑刺进身躯 身体瞬间被六合天一剑击穿 心有不甘地向后摔地倒去 招摇没想到 江武竟如此深爱着自己 可也因爱着自己的人生死而奋怒 而洛明轩为神兵的威力 感到兴奋时 突然出现的历尘兰 一箭刺穿他身体 原来被封印的历尘兰 感应到招摇有威胁 于是不再抑制体内魔气 瞬间震破封印 当他赶到时 却发现江武已被击杀 怎料被刺穿身躯的洛明轩 竟然并无大碍 当即一击阵开立尘兰的万军舰 此时 江武的临终遗言 在他耳边响起 可洛明轩不想 现在就与立尘兰决战 当即瞬移消失地离开 这时 立尘兰看到招摇相安无事 忐忑不安的心也安定下来 连忙将招摇紧紧拥入怀中 他死了 洛明轩杀了他 我要替他们报仇 好 你是谁 我乃万军 你的力量 本不敢压抑 眼前这个少年 被魔龙占据身体 导致他丧失理智 滥杀无辜 哪怕心爱的女人 站在面前都无动于衷 而拥有魔剑 在手的少年 正是立尘兰 身穿红衣的招摇 缓缓上前 他伸手抚摸立尘兰的脸颊 想以此唤醒他仅存的理智 不曾想换来的 却是迎头一剑 招摇拼尽全力抵挡下来 可立尘兰此刻 已然被魔剑控制 就连最爱的女人 都痛下杀手 招摇剑无法唤醒其理智 随即闪身后退 躲开魔剑 而后施展顺一束 将立尘兰带走 此时二人已然出现在剑中 立尘兰看着招摇 突然有一丝清醒 可下一秒 魔龙再次出现在 立尘兰的意识中 不断出言蛊惑 让其放弃抵抗 正当他准备 手握万军剑时 顿时浮现 世间生灵涂炭的画面 瞬间将准备握剑的手停下 这时招摇已然进入 立尘兰的意识中 将他从沉睡中呼唤苏醒 招摇见到魔龙响 再度控制立尘兰 当即手持长剑 刺进魔龙躯体 这才让立尘兰得以恢复清醒 随后二人联手施法 将魔剑暂时封印 可立尘兰的法力也随之封印 这时 洛明轩孤身独自攻打万路门 此刻的他 不仅精深加持 且功力大增 仅此一击 便将陆十七击飞倒去 瞬间重伤口咏 鲜血昏迷过去 立尘兰听闻洞景出来查看 可却被洛明轩施展功法 吸附身前 此时 立尘兰因魔器被封印功力已失 他被死死掐着 毫无反抗之力 只见他随手一掌 就被打得重伤倒地 正在洛明轩 欲痛下杀手之际 一位老者突然出现 挡下致命一击 来人正是立尘兰的父亲 他终于恢复清醒的意识 爹这一辈子了 没为你做过什么 让爹做这一件事吧 爹他深知 此生亏欠儿子太多 只见他以身训法 将自身化作魔器 瞬间化入洛明轩体内 侵蚀她 她的掌心顿时出现一道伤痕 身体内魔器的侵蚀 让其痛苦不已 立尘兰见父亲 为救自己而牺牲 当即悲愤地向洛明轩袭去 却被他一击挡下 请客间瞬移消失 即使赶来的招摇 却发现还是晚了一点 只见遍地躺满门中弟子 于是连忙询问陆时期 这才得知 立尘兰被洛明轩带走了 他洛明轩赶来我万路门抓人 我如何做都不算冲动 真相就是 洛明轩他才是真正的魔 你救不了他 也救不了你自己 救不了自己的是你 洛明轩为了掩盖真实面目 他将所有罪孽 推到立尘兰身上 可此时秦子嫣 带着柳苍领突然出现 当着宗门所有人的面 揭开他虚伪的面孔 杀害将门主夺走秘术 将虚宗门灭门的人是你 洛明轩却矢口否认所犯罪行 招摇剑此行目的已然达到 当即凌空而起 准备救下立尘兰 怎料洛明轩拔出六合天一剑拦截他 二人之间的生死决战就此揭开 双方出手招招致命 只取其要害 只见灵力的剑气 不断在场中肆意 此时洛明轩凌空跃起 奋力一斩 瞬间将招摇手中的长剑斩断 随即凝聚浑身真气与掌心 仅此一击便将招摇鸡飞 撞到雕像之上 鹤立的雕像刹那间撞倒在地 而招摇重伤倒地 口流鲜血 就在洛明轩遇一剑击杀招摇时 突然身后被人偷袭 原来是江武的结义兄弟 一剑刺进他身躯 可拥有不死之躯的洛明轩 反手一掌 便将其击伤数十米 此时 力尘兰脑中突然想起 父亲临死前 化魔击伤洛明轩掌心 立即将其弱点在掌心告诉招摇 招摇听闻 瞬间拿起断剑 拼尽全力 刺向洛明轩掌心 随即凝聚真气 一掌将他击飞 直接将洛明轩击飞到数百米的石柱之上 鹤立的石柱 顿时轰然倒下 只见他颤颤巍巍地爬起来 怎料洛明轩体内的魔气 却因此激活 无尽的痛苦 让他压抑不住魔气的侵蚀 魔气不断在其周身环绕散发 这就是你们奉为宗门之首的金仙 该被审判的 是你洛明轩 就在招摇域将他斩杀之际 只见他掌心爆发强大的魔气 将其震飞 此时洛明轩终于露出丑陋的面孔 宗门之人见此情形 皆是震惊不已 被魔气侵蚀的洛明轩 此刻眼中唯有杀戮 竟然要将所有人一举坟灭 这时历尘兰听着遍野哀嚎之声 瞬间冲破体内封印 释放意志的魔气 爆发而出的魔龙 瞬间穿过洛明轩身躯 只见历尘兰手持万军剑 从天而降 顷刻间刺进洛明轩的天灵盖 招摇趁机手持六合天一剑而来 当即奋力一剑刺进他的心脏 这才将最强反派 彻底击杀明灭 可就在此时突发意外 解开封印的历尘兰 被魔气侵蚀 招摇上前查看 却被他一把推开 而魔龙再度入侵历历尘兰意识中 招摇也随之进入他意识之中 可他却被魔龙死死控制住 历尘兰瞬间流下一滴眼泪 当即在意识中控制招摇 持六合天一剑刺进身体 随即将招摇紧紧拥入怀中 眼前这一席素衣的女子 正是陆招摇 而秦指烟也在招摇离开后 接管万路门 自从五年前历尘兰被魔龙侵蚀 就在他即将永远沉沦之时 招摇滴落的泪水 将他意识拉了回来 历尘兰为了彻底摆脱魔气的侵蚀 他寻得上古奇震 将魔气彻底封印 此时 他与招摇一同前往剑中 二人联手将万军魔剑封印深渊 最后将意识放逐在天海的孤舟上修行 而轻如历尘兰意识的万军剑 也被扔进天海洗涤 等待破茧重生的那一天到来 而招摇五年来 一直在剑中等他归来 在等待期间 招摇走遍世间各处 探透人世间爱恨情仇 而他与历尘兰的事迹 也流传于世 那陆招摇 虽说是明造一时的大魔头 而历尘兰一开始 是冷酷无情 人世间的感情 只要真诚 必然得到回报 这并不是一个悲情的故事 男女角色应该调换过来 两位女孩听闻 立即质问 招摇懂什么 招摇听闻 也并没有反驳 随后 一个人走在大街上 看着人来人往的闹事 独自来到河边看着夜空 不知道过了多久时间 剑种突然产生异动 当初的六合天一剑插在地上 这也代表历尘兰摆脱魔器归来 此时 历尘兰与招摇手拉手走在街上 当招摇看着糖葫芦 连忙让他买 二人幸福地走在街上 历尘兰突然询问招摇 是否还记得当初的话 我说我带你走啊 天涯海角我都随你 李明哥 好了没啊 你换个衣服怎么这么慢啊 这次咱们既然出来 就是要像当年爹娘一样 在江湖上搞一番大事情 你看我像不像 到底像不像 像 咱们这次出山 不说重现爹娘当年风光 起码不能辱魔家门